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一开始呢我们先对折成一个三角形 哦对了就是我用的这张纸呢是长宽各20.2公分 那一开始我们先对折三角形 然后再对折 也是三角形 然后再对折 也是三角形哦 然后我们把它把它翻开 那我们就依照这个折线 开口在这边 开口在这边 然后把它打开 然后翻过去 按照这个折线把它折下去 好这边就是形成一个正方形 然后翻面 然后翻面 然后这边折过来 然后这边把它打开 然后压下去 然后压下去 然后翻过来 然后翻过来 一样的做法哦 好 好,上面的頂點呢,往下翻 好,對準中間線 然後再往後翻 當然我們是折這邊嘛 然後再往後 往後再翻 讓那個折線比較明顯一點 好,那打開 打開之後呢 我們把它下面翻開來 好,順著這個折線呢 往內折 往內折 然後左邊一樣的做法 把它折進去 好,翻下來 然後翻面 一樣翻開 順著折線 往內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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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這邊我們肩 肩端的部分沒有折好 這邊還可以再做一下調整 這邊再做一下調整 好,這邊一樣 稍微沒有用好 一樣做一下調整 好,翻下來 側面是這樣子 好 下面是這樣 好,接下來要注意看喔 接下來的話就是 下面的 我們要把這一條線折到這邊來 所以這邊要這樣子折 等於說 等於說這裡 要跪起這裡 讓跪起好 中輕點折過去,然後跪起好 然後折這邊 這樣子 我們需要折出這條線 我們需要折出這條線 這樣一條線折出來了 這條線有折出來了 其實應該可以這樣折 這樣折然後比較好 這樣子 然後翻過來 翻過去 然後翻過去 然後 然後 剛才這樣折的話 這條線往這裡折 這樣子就會形成那條線 給折出來 這條 折出來 這條折出來了 我們需要這條線 翻過去 再翻過來 然後一樣 折出這條線 好 翻過去 再翻過來 一樣 這個做法要有 重複四次 這樣子 那這樣子好了之後呢 這邊折過來 壓住它 然後這邊再折過來 然後這邊再折過來 這邊再折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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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說 就會形成這樣子的結構 好這邊 尖關 這裡的尖關呢 要對準這個中間線 四個邊一樣的 這邊尖尖的 要對準這邊的中間線 都一樣 好 好有對準好的 然後這邊呢 我就把它翻過來 尖關折到這裡 好 就是花的底部 然後翻過來 手指 這樣旋轉 旋轉 旋轉 整個大塊就好了 這樣 整個大塊 好 這樣子 然後把它攤開來 一個一個 把它弄開來 這樣子 這樣子畫個形狀就做出來了 可是這樣子會有點生硬 所以這邊我們要做一下調整 這邊要摺花瓣 會比較柔和 那這邊呢 我們就會使用到那個工具 就是這種 然後做捲的動作 這邊我們 角角的地方呢 尖角的地方 我們要做一個捲的動作 但是我們這個這邊 尖角跟尖角這邊都要做捲的動作 這邊捲了之後呢 我們這邊再做一下人工的這樣子 把它往外 這樣子有做出那種花瓣的感覺 後面這邊 有做出一點花瓣的感覺 這樣子 折一下 然後呢 就是外層 內層呢 內層這邊 我們也是要做一個捲曲的動作 那如果覺得是捲的沒有很夠的話 可以用捏紙 捏紙這樣子 把它這樣子捏住 然後這樣捲 這樣子會很捲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然後這樣 那基本上呢 這樣子簡單的玫瑰花就完成了 對 那之前我在之前的影片有教過比較複雜的 那是 屬於 參崎式玫瑰的折法 那個比較複雜 那這個折法呢 會比較簡單 大家可以試著做看看 那通常這樣子 玫瑰花就完成了 但是呢 我還會再做一個加工 加工的動作 就是 像這邊嘛 這邊翻開就不好看 我還會 上一個雙面膠 讓它做固定 讓它就是更完美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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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做一下加工的動作 這邊做一下加工的動作 好這樣子 那這邊稍微再折一下 那因為這個比較平面 我需要把它做為稍微立體一點 所以你看側邊 側邊我會讓它這樣子 這樣子 就是有點往內 就是立體的感覺 如果你這樣子沒有 這樣子都比較平面嘛 所以我會讓它呈現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這邊還要黏雙面膠 讓它黏住 它才會這樣子 有點像是雨傘的感覺 這樣子 這樣子會比較立體 所以這邊我還上個雙面膠 大概呢 我目測呢 是在 這個位置 這一邊 是 連雙面膠 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大概目測一下 大概就是 連在 一二三這個位置 等於說這個 尖角的第三個位置 尖角第三個位置 這邊 你自己可以目測一下 大概這個位置 因為我已經目測好了 所以我就先記住那個位置 好 這邊四個 然後呢 你看喔 這樣子 這樣子喔 這樣子把它 按住 然後它們就黏住了 這樣子會更立體 就比較不會那麼平面 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簡單的玫瑰花 就做成了 對 然後稍微再捲曲一下 用手作看看喔 很簡單 很漂亮吧 那這是神城的折子教室 請幫我按訂閱按讚 及留言 國外的朋友呢 謝謝 請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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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的折子教室呢 下次見 掰掰 see you pó訂閱 來